Hello 大家好 我是窦杰 哎呦 这个阵型来的不错呀 这还有个铁三角 你们恐怕不知道我专业是干啥的吧 专门破铁三角的我跟你讲 老厉害啦 看看浦江是谁来 大头 大头 哎呀嘛 这大头家族就更没什么可怕的了 全民星谁让你跑这么快的 个豆腐哪这么积极 小伙伴们 这可不是我不想挑战铁三角啊 这是全民星他不给我机会 看看这把什么阵型 前三排两个军人的罐子 哎 我觉得前面有巨人不可怕 只要别给我整全民星那就行 不是全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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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耶 耶耶耶 哎呀 只要开头没砸出全民星 那咱们就是成功了一半 我觉得各位老铁可以把666挑起来了 这连火爵中下面 绝对把巨人给他安排的明明白白 还有虎头姑 看到虎头姑我就更有信心了 给我挠他 这大头二爷 耶 可不打好招啊 报纸一掉那就是个小疯子啊 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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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虎头姑给中结了 这虎头姑种在这个位置 那简直是太正确 太英零了 火龙果给他安排上路 上路还没有植物呢 哎 烈焰菇 这一次这都是火系植物 这是要把僵尸烤熟的节奏吗 火力全开啊 小伙伴们 哎 这个气球僵尸明明是在地上被咱们烤熟的 怎么还成这样子啊 下面这俩居然玩得很开心吧 虎头姑 我去 全命性不要逆日草 快点好 这个全命性真的太讨厌了 在前面砸出来 直接进无可得风脑 在后面砸出来 就是直接把牛撞掉 就又来一个 赶紧你的吧 回去吧你 撞掉我一株斧头姑 跟你没完 还是在奔跑状态 地狱火爵 快点啊 快点啊 龙点风再不挂起来 练姑也不饱 不要整得这么紧张啊 中路这个二爷姑其实挡不住 放个火龙果当个炮灰 火龙果我们会记住你的 现在咱们的形势那是一片大吼 下面两路虽然有巨人 但是不怕 我去 怎么又来个全明星 你烦了 练姑最终没搞住 也不知道这罐子里还有没有植物啦 不然下面这种地狱地狱火爵 能不能撑得住啊 上面虽然有二爷 但是咱有三个植物植物呀 肯定行 肯定行 守住火龙果 冷静 冷静 论成败 人生豪迈 大不了 我再来一次呗 打仗师 我们要有耐心 别给我出全明星啊 nice 只要前面没有全明星 那咱们就成功了一半 我又充满了决心呀 而且 这一把大家发现呗 五个巨人 就分布在一路和二路 所以咱们两个地狱火爵正好放在这两路 上半场是没啥担忧的 下半场 甚至二爷报纸又要碎了 你要敢把我的虎头菇给我砍了 我就给你打拼了 哎呀 吓死我了 这虎头菇可是至关重要啊 它可以打三横 上下上你两路都可以打得到 所以可千万不能让它消失了 你保护好 难怪都放上面吧 上面就地狱火爵自己给 咱们先把这些小普僵的罐子给它砸一砸 千万不要砸出全明星就好办 非要整得这么不愉快吗 不让你来你偏来 来吧 再把一起都来 反正我逆时操好了 上面两路有巨人 还是要不放一下的 剩下这几个罐子里是谁 啊 哎呀 不行不行 烦死了 本来想把这几个罐子都砸开 再放个逆时操的 今天我全明星里跑这么快干啥 而且这块还出 出两个 四路就剩个火龙果了 能不能打过全明星啊 你们觉得这一局的豆腐脑能不能保得住啊 上面两路的巨人咱们根本都不用担心 因为有烈焰火爵在啊 怎么着都把巨人给放倒了 非一担心的就是下面这个四路的全明星 哎 火龙草 对呀 中路的火龙草还可以帮忙烤呢 运气不要太好呀 这个身上这两个巨人 那不就是轻松下一块猫猫雨呢 分离来的小伙伴们 巨人和二爷 在打关卡时你们最讨厌遇到谁 欢迎评论区点到点留言 那这一期的杂冠 我们就要玩到这里 喜欢看的老铁 欢迎加个关注传点赞 我们下期见